Hello 欢迎大家 又来到松州和松他的channel 前两天我们有提过 Wales那边是将它几乎所有30 本身是30的路段 是改成成20的路段 单单只是将这些牌 由30换20或者是 加多个牌上去的话 因为很多时候30的路段是 没有牌的 那就是它不需要特别去提示你 因为你应该是知道那里是30的 看街灯的嘛 看街灯 是的 有街灯是一个固定的距离 那里有街灯就是30的路段 但现在因为它是新制度 所以就换一些新的路牌 单单这个措施 就用了Wales的政府39个million 是非常之多的 但是它们换了没多久 就在全个Wales到处都见到这件事发生了 就是周围那些20路段的牌都被人破坏 好像隆德的U.L.S. Camp那样 命运跟U.L.S. Camp同一样 但是这些是没得避免的 U.L.S. Camp你都说要起高一点 对不对 这些牌你没得起高一点 还有可以整个跟你准备下来都还可以 现在Wales的人是出奇地愤怒的 我没有想过他们是这么愤怒的 Wales是一个工党 现在工党划事的地方 那当年Wales是工党执政的时间 是有44万个Wales的选民是投了工党一票的 那这次呢 就单单为了这个20miles per hour的一个更新速度 就发起了一个签名运动 现在签名运动是有42万人签名的 哇差不多全部啊 哦差不多全部都可以这样说 哇那你不是100%的人投工党的嘛 大大多数来的嘛 但是这个数字是很夸张的 你可以说差不多等于是投工党的票数 是一模一样的那现在呢 在这个运动里面 发起背后的发起人说呢 今次这个运动如果工党是不回应的话呢 它将会是损失下一届在Wales的这个执政的权力 即是Wales这一边有机会是可以完全不投他 因为你看到那个反应是大到吓人了 但是呢 现在政府是仍然坚持高位吃 也都没有打算有back down的现象的 暂时来讲 这个有点危险 但是我觉得要到一年之后呢 说真的人的记性真的没那么久 20哦 真的很痛苦 惯了之后呢 惯了20 怎么惯啊 惯不到了 松太如果现在住在Wales的话 我搬了 你真的会为了20而搬 搬离开Wales 我应该会 为什么你这么讨厌20呢 很难保持20这个速度 会发猛症的吗 会 因为很多车呢 就算有Cruise Control 都未必是由20开始的 通常我自己如果开30那些路段呢 我会开Cruise Control 我会让它走 我真的不想踩住那个油门 我那只脚吊得很辛苦 但是20有些车根本未开始有Cruise Control 不是呀 你设计Speed Limit呢 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司机因为不想超速 他就走来走十几 如果20的话他走十几 就更加猛 30就走20几 你真是很猛的 是啊 是啊 还有那边现在是因为他订了20之后 你超过一个10% 他就会拍你 20的10%是2 22 就是你讲的脚是的多半毫米 那就已经可以超过了 这个的确是挺令人讨厌的 由于他们的抗议的人数 远远超过想象 那背后有人怀疑 会不会是那个签名运动 是有人做过手脚呢 是会不会是有某一些人 想的反应更加大 而令到的签名运动的人数 变得更加多呢 因为如果 Labor在这个区域里面是有 就是落选啊 得不到选票 最大的受益者就很明显是保守党 是啊 保守党是用同一个原理 在这个Oxbridge那里 赢了一个by election的嘛 是啊 就是因为工党那个 Ultra Low Emission Zone的失败 而导致保守党多了人支持 不是想支持 其实含泪都要投票给他 因为不想他再扩大 那有人就认为会不会是 保守党在后面又搞些事情呢 但是这个根据新闻报导 就说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那个Petition 那个签名运动是有人做手脚的 嗯 那就是应该就真是真是真是生气的 是啊 但是保守党又找到位了 是不是 又找机会来了 飞雲 那里可以再多两个东西 那不单止是这个二十路段的问题呢 在Wales做得不好啊 另外还有就是有某一些council呢 就开始了一个新的计划 而那些居民也都很反感的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要推垃圾桶出去 比如说recycle这个礼拜 general waste就下一个礼拜这样的 那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就懒回收 就是将那些垃圾拌在一起扔这样 但是现在其中Wales的council呢 就开始打算罚款了 就罚那些人呢 如果你是将那些塑胶啊 和那些普通垃圾拌在一起扔的话 是 他就罚你一百磅 他怎么知道又找人抹垃圾啊 不肯定 他可能那些人揭开垃圾桶先看一看 比如可能recycle那边有一些general waste在那 那他就走去罚你款一百磅 一百磅 一次 一次 OK 那就引起当地的居民不满 这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呢 我觉得环保意识基本是要有的 但是你是不是每一样东西都要掃诸于罚款呢 那我又不认为是 因为你好似只要用钱就可以解决到那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我有钱我给得起的话 我就不怕你罚了 我就可以继续mix 买一块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那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效的approach 对付这些东西来说 那但是 那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我们下一届选了工党上去 我才不理那些promise是什么 那你会见到呢 就会有出现类似wales的情况发生了 全英国的路段你想想想要变成20的路段 然后你倒垃圾都有机会被人罚款 就是王子华有一样东西说得很对的 十几二十年前说到现在是对的 怎样会令到所有人都会犯法呢 就是将犯法的标准提到很高 你动一点点都可以犯法的 那就变了犯法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任何人都有机会犯法的 呼吸吸错了 你出街只可以用左边鼻孔吸 入到室内只可以用右边鼻孔吸 不是就罚款一百磅了 那谁人都会犯法的 就是看你的rule是去到哪里 谁知道谁鼻孔 是的 现在政府的倾向 有种好像这种感觉 太多一些小的规则 就令到你有少少窒息 呼不出气 但是这个其实不只是工党 你无论保守党和工党 两边其实都有推出类似的东西 但是工党就觉得它是 更加多一些 在握紧一些 就是聪纳得更加紧 我会觉得是会令到我们 是有种没有呼吸的空间 还有你会制造很多人出来去举报你 本身可能那件事是一件很小的事 但是你知道 一定会有人觉得看你不顺眼 乘机找个位置去举报你 他的汽水管扔了我 Jano Waste 是啊 一定有这个 你旁边的那个邻居 可能跟你吵了很久 那个Fans你不搞那些 然后就复卓了 找这些机会 好了今天第二单新闻 就是我今天在头条见到 被一个标题 就是Telegraph就报导 Army called in after MED Firearms officers handing their guns 哇 什么事 军队要介入 因为警察 伦敦的警察 有持枪的警察 将他们的枪交还 那我感觉上好像做什么 正变了 现在 这些 这些新闻 这些新闻标题不应该在英国出现的 很恐怖 那事源是什么呢 其实呢 就是一单 在黑人社区 有一单很大的新闻 而在我们华人社区 近乎没有人看的 嗯 基本上我 有见过这一单 但是也都 没什么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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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感兴趣 因为真的不是很关我们的事 那然后呢 就当年呢 因为女王逝世的消息呢 就将 其实将整个他们的运动 是被盖得很厉害的 嗯 大家都不是太过关 那个专注力去了 去了英国 有List Trust 又有新伟成 接着又有女王逝世 有很多东西搞在一起 那他们没有人有空理 那现在呢 就 这件事发烤到现在的地步 就是那些警察很不满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那我要和大家略略讲解一下 发生什么事 那就是呢 在2022年的8月份至9月份上 有一天的期间呢 就有一个黑人 叫做Chris Carver 那他呢 就只有24岁而已 他是一个建筑工人来的 那当时呢 他也有一个儿子 就快出生了 还有几个星期就出生 那样 现在差不多一岁左右 那当年呢 就是他在晚上开车的时间 就被一个有持枪的警察 就开了一枪 击中头部 击毙了 是 那这件事之后呢 就引起了黑人的社区 一个很强烈的反应 那就基本上 就是Black Lives Matter的 这个版 不是 再版 已经来过一次了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在伦敦 不知道是一个人 被警察 杀了 几年前的 那跟着就有 BLM这个 这个运动了 那跟着2022年的9月呢 是有卷土重来的 就是因为又有一个黑人 被警察 杀了 那所以呢 就出现他们的运动了 那现在呢 杀了人这个警察呢 是不记名的 匿名警察 叫做NX121 为什么呢 因为怕有安全的风险 所以就没有透露他的姓名 那这个警察 现在就上庭了 是 因为被这个IOPC 就是独立调查的 警察独立调查委员会 是 大家最熟悉的那件事 是 独立调查委员会 就去控告他谋杀 是 那现在呢就是上庭 去審理 今天第一天出審 那支持他的同僚呢 是 就觉得个 就是他这样 要接受審讯是很不公平的 而且为了支持他呢 就有几十个是持枪的这些特警 可以叫做是一些 就是他的同事 是的 处理一些比较危险工作一点的警察呢 就将他们的枪呢 就交回给军火部了 那他们就说 我们不再拿枪执勤 是 但是你的部队 其实那些unit呢 就不是很大的而已 里面是只有那几十人而已 很少人拿枪而已 那所以呢 就现在不够人去维持那个秩序 治安的运作 那如果有 譬如有一些紧急的事件 譬如反恐啊 或者是 一些类似要执行 一些emergency 是的 他们需要他们的时候 那就要军人介入了 那现在军人已经stand by 就随时会介入这个行动 那这一件事呢 暂时来说是很难分对与错的 那我也都觉得呢 IOPC在英国呢 的确有存在的必要 那IOPC全名呢 Independent Office for Police Conduct 那就是查调查 调查警察的行为的一个独立委员会 是不是 就是大家最想见到 但是又经常见不到那些呢 或者是从来都没有查到东西那种 但是英国的不同的是 会告一些警察谋杀的 如果他们真的做错事的话 但是呢 现在是不是真的做错事呢 是不知道的 那我为了讲这一宗新闻 我也都花了一两个钟头 是去详细看下那些调查的 节目内容 譬如有些Sky News BBC News 那些都有做过一些 一些类似鏗窗集 特緝 特緝 就去讲解整件事的事发经过 我讲一点给大家听 大家自己去判断 究竟这件事 对与错 或者你认为是怎样 因为我暂时都判断不了 那话说这个黑人 那我们刚才说了那些东西 就是新闻 现在基本五六间大的 新闻电视台 报纸都是用它做头条的 就是这个Chris Carver 他是一个24岁的建筑工人 有一个快来出生的儿子 那就很惨了 无端端被警察杀了 那些他们家人 他们的社区的人 都很愤怒 那大家出来游行 然后有很大型的喪礼 哀悼的活动 就觉得警察是很不公平 是濫杀无辜 为什么我们 我们是不是黑人 就要被警察去歧视和杀害呢 但是这个人 为什么会在警察的一个名单里面 在他的视线范围呢 为什么突然会遇到一个 是握枪的警察呢 正常人又会不会遇到呢 那么 调查那个 会啊 他默记会见到的 继续 调查那个人呢 其实他也有说一些 关于这个24岁青年的背景 他除了一个建筑工人之外 他还是South London的其中一个 有少少名气的rapper来的 那他也都在South London的一些 那些很大洞的公屋邨里面住 那我也都不评论那些公屋邨 有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 不过是一个rapper 那但是英国 英国的人的rapper呢 通常都是比较多 一些社会上面的东西 大家有听过那些黑人的rapper 那些粗口啊 那些女儿啊 那些钱啊 那些车啊 那就是那些东西啦 是不是 那好了 这个都不是会令到他被人杀的原因 我喜欢rapper些钱啊 车啊 那又怎样呢 so what 那问题就在于 他当晚开的那辆车呢 就并非属于他的 那辆车呢 是一辆Audi 而那辆车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 嗯 他是没有那辆车的ownership啦 没有那辆车的现缩 没有那辆车的任何东西 他是不应 就是legally是不能开的 是啦 他是非法地驾驶了那辆车 是 那而且那个事发的时间呢 是晚上的九点多 嗯 那当时呢 就是有人接到一些情报 就告诉警察听 那警察 就是他们里面去调查这件事呢 就觉得要派一对小组 去跟踪这辆车 因为这辆车呢 在晚上经过伦敦的一些路段的时候 被那些智能的监控相机拍到 拍到个车牌 那就发现那车牌呢 那这辆车呢 就是跟一宗枪击案 是有关系的 一宗枪的案件中 跟枪支有关的案件 是有关系的 是 是啦 那但是我们正常人 没有理由会 握着一辆不是自己的车 而且一辆车是有同一宗枪枪之案有关的车 已经很可疑了 是啦 这个不太合理了 是啦 那跟着就是因为那个镜头拍到它 所以呢 所以呢 就他们那些反恐小组啊 派了unit 派了unit去 就是隐形战车来的 就没有任何灯 什么都没有穿 握枪那些通常都是的 是 握枪的 那就坐在一辆车里面 就跟着这辆车 就跟了它差不多半个小时 几个小时 跟着它 同时之间呢 也都在前面某一个路段 是有另外一辆有写着警察的一辆警车 就停了等它出现 是 那这辆车转弯一进去那条路 就看到那辆警车 是 那辆警车呢 就着灯洗过去了 是 那之后呢 那个警车里面 那个都是握枪的警员 他就离开了警车 就走向这一辆 这一辆可疑车辆 是 但是到了这个位置就停了 那个报告呢 就是这个独立调查委员 release那个statement呢 就是说他们有contact 有接触 是 但是怎样接触 中间发生些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 我们完全不知道 是 警察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 上庭那里都知道的 上庭那些都应该知道 是我们不知道 那就是这样的混乱的情况下 总之有接触的情况下 这一个在车里面的黑人男性 是 就被一个叫做NX121的警察 是不是就是下车的那个警察了 他没有专门提到 总之就是NX121这个握枪的警察 OK 就在头上开了一枪就 掛了 是 那然后呢 这个NX121的警察 在之后的时间 就立刻要接受调查 是啊 就是suspend了他的所有的职务 是 然后呢 就很快就 我想是两三个礼拜后呢 他就已经被人正式起诉 是 就扣留了基务室 是啊 那到今天呢 就 现在是上庭了 因为是控告去谋杀罪 是 但是呢 我相信警察是知道很多 我们现在不知道的东西的 是啊 譬如因为他们当时 执行职务呢 是有body cam在身上 是啊 一定有 所以是全程监控 拍着了究竟发生什么事 是 照道理就不会有真空空白的位置 我们不知道做什么 是啊 那所以 这个我不清楚 这个人是不是无辜的 我也都不肯定 因为如果照常理去推测 我不是黑人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一个普通人 我觉得我没有理由 会跑上去人家一辆车 我有没有权开它 然后那辆车 又跟一些罪案有关系的 我觉得 不是很合情 是啊 那另外呢 就是 那些节目报道的人员 他也都去找一些专家 回来去调查 究竟为什么 他开枪是不是一个老妄的决定呢 就是针对他少数族裔啊 那为什么会向头呢 是啊 那为什么会向头呢 那原来呢 这些这样的特别小组呢 这些握枪的警察呢 在伦敦一年是要执行 四千个这些operations 四千个 有三千个是突发的 有一千个是plan的 是 这个属于是plan的一部分 是啊 有情报跟的嘛 是啊 有情报跟啊 知道车的来龙去脈啊 那样东西 那一定是知道一点 我跟你不知道的 那些一千才是plan的 每年呢有两至三个人 是因为 这些operations 警察开了枪 而导致受伤或者死亡 每年是两至三个 是 那就是说 他们其实是要跟一个很严格的情状指引 才可以开枪的 就不是乱开的 是啊一定的 那就害怕 我们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我们现在所知的是去到这么多 是 是 那究竟这一件事是不是属于无辜呢 是 那大家市民看的话 警察 因为这样 而将他的枪 交回给警局 我们不再做这些职务了 是啊 你们自己搞定他 是啊 那又是不是正确呢 如果你站在警察的立场来看 我觉得有些内情 一定有内情 另外就是 你站在警察的角度来说 是啊 他很难再执行这些职务 因为不是只是纯粹support他 是啊 是因为如果我是拿枪 要执行这些这么高危的职务的时间 是啊 原来我开了枪 我是会背负谋杀罪的罪名的 我没有没有枪 是啊 我为了100% make sure自己不会出事 那我唯有不做 是啊 是啊 这个是最正路的想法 是啊 所以你很难去judge 究竟他是对还是不对 那我们会留意的事态发展 但是这件事 今天是 卖到全部的报纸都是头条 也都 这个标题很shock 我明白 是很shocking 军队介入你维持过地方 我治安住在伦敦 是 警察又交还那些枪支 所以有必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究竟这个状况是如何 我刚才还漏了一个细节 没说的 据报道呢 当时这个Chris Carver 受中枪的时间 在刚刚中枪之前呢 这辆Audi 是炒了下去那辆 那辆 marked的警车那里 所以很明显应该是有冲突 是 感觉上 纯粹推敲 这个就是contact 是的 纯粹推敲 如果这样是等于contact的话呢 就是 那警察 拦住他 亮灯 出了来 然后呢 他见到有警察追他 所以他就想逃走 淌行友就冲上去 接着炒到警车那里 为了保护自己 是的 类似这样的 这样的情景 而开枪击毙他 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就是因为你的 就是有这样的logic 是的 我真的纯粹当我看电影 去幻想桥段 就类似会发生这件事 要不然很难说 那个警察下车 拿着枪 走完敲门 你问他什么事啊 officer 没有事发生的 他突然间强行拉你出来 接着爆炸你的话 那你这些就是不合理 那你都不知道 是不是下车那个 可能是后面的车那个开枪 你都不知道 还有如果他是要 那么冲突他做这件事 根本就不用 找Undercover警车跟那么久 是的 直接就爆炸了他 根本不用搞那么多事 不需要plan个mission 是不是 所以呢我觉得是 里面一定有一些事 是我们 未知道的 而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情节 是很合逻辑的 是 因为 为什么他会爆炸呢 我怀疑 那个人根本没有离开过车 就是被枪毙的那个人 是 他在车里 某人在冲向警察 那你在 那个人在车里 如果警察看着他 你只是看到一个头 手 那你还这么黑 那个area很小 是夜妈妈来的 九点几十点 是 那你那个area那么小 你就只看到头那个位置 不是坐定定在那里 被你开枪的 所以你唯一可以阻止他的moment 就是那个位置 是的 就是我这样想 純粹就是推测 我不知道大家有认为 怎么去分 不妨都在comment section那里 是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 今天第三单新闻 就很不幸地又要讲一下新卫成了 那这件事呢 就是有应验了我们前两天讲的那条片 我们说现在保守党 他最需要是做些什么 才可以增加选民的这个投票的意向 就是去支持他 最需要做些什么 减税 是 没错 是 所以他今天呢 就放风 就说想减税 减多少 什么时候减啊 但是这个减税呢 我是不同意的 我很坦白和大家讲 这个减税措施 我觉得是 是 很过分 我觉得是 过分 因为他想减的税 不是普通人 一般人的税 他是想减遗产税 遗产税 遗产税 大家如果知道 就是有记忆的话 有看过我的影片也有讲过 你如果是有父母在那裏 父母和母母 都会有一个免费给子女的 是啊 那约莫就是370几千 那如果好像家屋 如果他们留家屋给子女 现在家屋是少过一个million的话 都不用怎样交税的 总之就是 如果你是有要交遗产税的话 基本上你是属于 都挺富裕的阶层 你才要交遗产税 怎样富裕化呢 根据英国的调查显示 去年需要交遗产税 譬如因为有人势势 而引致到需要交遗产税 的比例 只是占3.8% 就是全英国每100个人去世 只有不超过4个人 是需要交遗产税的 是 那也都可以用这个 俗语来说就是 它是一个富人税 嗯 你没有那麽上的钱 没有那麽上的遗产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交遗产税 是 但是呢 新卫城呢 就有意是将这个遗产税 逐步降低 就是譬如可能 由今年降低到下年的30% 再下年的20% 再降到10% 直至到完全scrap了它 没有遗产税 没有遗产税 嗯 其实scrap遗产税 本身呢 我是不反对的 因为没有人会想交税的嘛 正常来说 那你作为一个年轻人 也好三十几四十岁 你都不知道你明天要赚多少钱 或者有呢 是不是呢 你怎样知道呢 那你都想将你最多的资产 留给你的儿子 很正常的 而且你赚回来的钱 你已经给了一岁 没错了 这个是个最主要的点 就是我赚回来的钱 已经合法的钱 已经是给了税了嘛 为什么我给了税 还要on top再给税呢 为什么我死的时候 还要给税呢 是的 的而且对有钱的人来说 这个遗产税呢 是有多少不公平的 嗯 因为你要够有钱 你才可以给的 就是我没有钱 就不需要考虑这个税 有钱我就要再给多些税 那就是我 为什么有钱人的责任 就会越来越大了 嗯 但是其实在这个社会本身 就是这样的 因为你赚的人工多些 给的税也都多些 是的 其实整个社会的structure 本身就已经是这样 嗯 因为你想想 最穷那班是可以拿钱 不用给的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拿 而我又要付出呢 这样 那这个你要拗的话 你拗一万年都没有答案的 但问题就在于 他现在减的时间 就是如果现在我们是太平盛势的 经济也好的 你是人民很拥大你 而你是为了连任 或者你下个财政年度 想令到市民更加开心 嗯 而去实施这些措施呢 我觉得无人欢迎 嗯 但问题现在是 因为我们不够钱花的时间 政府有这么多债务的时间 你去减遗产税 你就是 怎样都会影响到英国的国家 全年的营收 你为了这堆选票 嗯 你要牺牲英国7.8个billion的收入 嗯 那这个已经是对本身的国家 的经济是构成一个伤害了 是啊 再加上 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 你减这个遗产税 是不是当务之急呢 就是我不在选票的角度 去看任何事情的时间 对 从国家的利益来 你看这件事情的话 嗯 你对大部分 96%的市民都没有益处 只有害处 是不是 你帮了那4%的人 但是有96%的人 因此 而受到某程度上的损失 是 那这个我觉得已经是 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游戏规则了 你现在是多数服从少数的游戏规则了 是 你是纯粹从一个 因为呢 我想令到那些投票给我的人 更加会投我 是 你确定他们会投我 或者他们不会因为我的政策 他们不喜欢 而不投给我 或者改投另外一个政党 去make sure 那4%的人 都会投回给我 因为很明显 会 要给遗产税 那4%的人 近乎 近乎九成都应该是投给保守党 是他的票源来的 是 他make sure 他拿到那4%的人的选票 而去作出这个减税的措施 这个举动呢 都看得出来两样东西的 第一 就是 他应验了 他不减税的话呢 他增加不了选票这一样东西 是 但是呢 他只能够减遗产税 遗产税唯一一样 他认为 对社会impact最小 反对度最低的一个措施 为什么反对度最低 因为 就算我们现在这样讲完之后 讲两句 实际上 我们没有权去支持还是否定 因为根本我都不用 当然不关我事 是不是 我支持和反对度来说 是没有任何影响 只有对有钱佬是有影响的 所以他们只是想要得到的支持 但是就可以勉强我们的反对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如果是反对他 是不是都反对的 我是不是都不投给你的话 但是有钱的那些不是的 你增加了这个措施的话 我就有机会有不投给你 变成投给你 这个就是他的思考的方向 第二呢 也都是引证了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11月的mini budget 就肯定没有税加了 没有税减了 是 因为他已经将最后能够 能够减那个 他已经放上桌打算减了 其余那些 你猜他不想减吗 他想减的话 他早就告诉你 很明显就是没得减 他才不告诉你 另外呢 我最不满意他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 他要为了他下届大选 要争取选票 我觉得无可口非的 那个游戏规则是这样玩的 就是英国的 英国的选举制度就是这样的 那你一定会有用 利用这个 policy 执行的方便 而去做这些事情 你很难避免的 也不能够说他是 是 是 这些贵损这些不可能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就是 他制定的这些政策 不是短期措施 是长期措施 是的 他说要逐步减 然后整个scrap 那你不知道 你将来十年 二十年之后 那个政治的环境 或者经济的环境是如何的 到时你损失的收入是多少 你现在估计不到的 你现在就七点八个billion 那下年呢 大后年呢 十年后呢 二十年后呢 就是这些不到你去决定 也不到你去预测的情况下 你就帮我们现在 定了一个这样的policy 但是这个policy 顺顺水水就是为了 得到你眼前一年后 那个选票的利益 而去实行的 就是这一样东西 令到我觉得 他的做法 是有一点点无耻的 就譬如好像 你那个2035年 delay去排放啊 各样东西 你做的那些政策 都是一些 在五年十年 二十年后才发生的东西 你现在根本是控制不了的嘛 2035年 现在2023年 是说的是十几年后的东西 你根本都控制不了的时间 为什么你可以为了 现在眼前的利益 而去 将我们 后面十几二十年的 就是那个 整体国家的利益 而去断送呢 就是这样东西 令到我觉得 他的做法 是非常之有问题的 当然啦 这些政策 从来都是比较 丑恶的 就是这个 一个成年人 一个成年世界里面 都一定会感受得到 但是不代表 我们就要这样 逆来信守 还有我们是 应该要在里面 找出个Lesser Evil出来的 就是最bare minimum的东西 是可以做的 就是靠你那张选票 去找个Lesser Evil出来 保守党不是第一次的了 我觉得是叫做肥波呢 是算是他说得出 做得到的 就是算是那个代表 你不要管他的手段 可能有时候是踩戒 或者是不符合当时的规矩 但问题是 大部分他 promise的东西 是有deliver到的 嗯 而其他的那些呢 是很多都没有的 尤其是越临近大选的时候 就越容易出这些问题 其中一个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年David Cameron 保守党的卡梅伦 为什么他会下台呢 就是去争取连任 那他就答应了选民 如果你们投我一票的话 我就会给大家去公投脱欧了 因为当年他根本就没有想过 脱欧是会成功的 他是一个绝对的留欧派 但问题是 他为了要得到选票 他就觉得 我没所谓 我就给你们投一下 反正都好像苏格兰独立 那投不成 一定不会有人支持的 那就是他上去了 然后他deliver了这个Brexit 就是他有这样的投票 然后他就继续做 没事的 我deliver给你 什么时候投就投 投了就没有了 投一次而已 那好了 他用了这个一次的机会之后 就发现选票 选举结果回来 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原来是大家选脱欧 不是选留欧 那他就立刻要下台 他啪啪啪又走了 他啪啪啪又撇了 他不想接收后面的东西 他不想搞 直接就走了 然后从此 他就近乎消失 除了在英女皇逝世 那些什么结婚 那些黄室结婚 那些黄室结婚 不是他出去做那些讲座 那些这样的东西 那些无关痛痒的东西 对 就是他没有怎样评论 现在的局势 或者现在的 小出声一点 完全近乎不出声的 就是除了那些 喪禮那些 他会出来露一下样子 过去的手上 他会出现一下 那些一定会出的 实际上平时 你基本上都看不到他存在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他就想要 噢 失败了 那我走了 就是这样的结局 当年接手他的文翠珊 林毅寿命 其实我觉得他做的都OK 就是他为了稳定局势 还有是怎样在争取 在Brexit里面 拿到最大的利益 或者可以 我们怎样可以拖延Brexit 或者不Brexit 都好 我觉得他是做了 他可以做事 是啊 其实他和肥波 在这四五个来讲 算是OK点的 看回头 不过 当时我都不喜欢 当时不喜欢他 我觉得都是没了解 但是问题是 他和肥波是站在一个对立面 肥波是脱欧牌 他是 文翠珊是流欧牌 但是两个都 叫做是尽责的 就是有做到他做得 肥波当然争议性大一点 很多人觉得他做的事不好 这些留待 大家自己去评论 我也不会去评论 但是没有去到新卫城那个地步 就是为了下一届 一年后的选票 他是什么 他都会想到出来 每一天都有些新东西 你现在看到的 每天都是这样 其实如果保守党想赢 他应该换个人上去 就是不要笑 但是我觉得他里面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我当然认同你的说法 我也不喜欢他 是的 但是问题是 他想不到有哪一个上去 除了可以保住现在的选票之外 还要增加 而不减少 他冒的风险是更加大的 你想想你身为保守党 你后面还有哪一个人 可以推他上去 而他是可以取代到新卫城的之余 还可以拿多一些选票 因为现在新卫城是可以拿到 他那个族裔的人的选票 他那个族裔的人不少 是很大下的 是不少的 我想说 是 那你换个帝国上去 那些人又立刻可能又转态 他冒的风险大 你明白吗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 不过这些是留待大家的判断 现在离开夏年 一年这三百六十几天 他就好像松载戀那样 他日日都会有一些新方案 给大家一些惊喜 anyway 那么今集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钟仔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 下集再跟大家见 拜拜